小兔说电影 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沈小兔 Mewdy和童哥是邻居 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耍 学校里的小孩经常欺负Mewdy 说他是娘娘腔 童哥总会挺身而出 保护Mewdy 虽然每次自己也会被同学反过来欺负 但这并不影响童哥的正义感 Mewdy从小就和奶奶生活在一起 爸妈想带着Mewdy离开这里 和他们一起生活 但是因为奶奶不愿意离开老房子 所以Mewdy也留下来和奶奶继续生活在一起 因为奶奶说 房子里总要有个人等爷爷回来呀 一直到奶奶过世了 Mewdy依然是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 童哥很小的时候有个姐姐 因为一次跟同学们去青迈的野灵玩耍而走丢了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家人悲痛欲绝 决定搬离这个伤心地 在离开之前 童哥想跟自己的小伙伴Mewdy做最后的道别 于是就通过爸爸经常跟自己玩的寻宝游戏 让Mewdy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了童哥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一个木偶 可惜最后一个线索地 一棵路边的歪脖子树竟然被施政给挪走了 藏在那里的木偶鼻子也不见了 没有了红鼻子的木偶也变成了一种遗憾 就这样 两个玩伴分开了 自从女儿走失后 童哥的爸爸一蹶不振 每日酗酒度日 整个家全靠妈妈一个人撑了起来 他不仅要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还要照顾颓废的老爸 操心儿子的血液 虽然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他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几年过去了 Mewdy和童哥都长大了 Mewdy现在是一个新兴乐团的主唱 他对音乐十分热爱 并且很有才华 他写的歌曲火遍了曼谷 乐团也被一个娱乐公司看上 老板很看好他们 并让他们再写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情歌 还让公司的准解 给他们做经纪人 管理乐队成员 不过Mewdy一个高中生 从来没有恋爱经历 让他写情歌 确实有点为难他了 而童哥也变成一位翩翩少年 还有一个人人羡慕的漂亮女友 可是不知怎么 童哥总是对女友非常冷淡 这让大家很不理解 他很喜欢Mewdy乐团的新歌 于是想去音像店买CD听 可惜CD太畅销 他没有买到 不过竟然意外 偶遇了Mewdy 两人多年不见 甚至兴奋 互留了电话号码 Mewdy还答应童哥 要给他重新录制一盘单曲 自从童哥一家搬走之后 不久又搬来了新的人家 邻居的女孩阿英 更是对Mewdy一见倾心 完完全全的成了他的小迷妹 房间里也是贴满了Mewdy的照片 和通过各种渠道 收集到的Mewdy的物品 并且会通过各种方式 对Mewdy施法 想让他爱上他 这天 按照约定好的 童哥来到Mewdy家里取CD 发现小时候送给Mewdy的木偶 依然被保存得很完整 童哥会心一笑 再看看小时候 自己住的街道和自家的老房子 童哥又想起了走失的姐姐 心里不禁一酸 不知道姐姐现在是否还在人间呢 Mewdy感到童哥心情忧郁 于是弹起了小时候 经常弹奏的曲子逗他开心 这时阿英跑来找Mewdy玩 看到有人来了 童哥也不便打扰 先行离开了 童哥走后 Mewdy继续琢磨着自己的情歌 谁知 一想到与童哥的重逢场景 竟然让他来了灵感 没一会儿功夫 就写出了一首曲子 娱乐公司老板听后 十分喜欢 并且将这个曲子 定为下一首发行的单曲 大家都很开心 Mewdy更是想让童哥 第一时间听到新歌 在童哥的家里 爸爸这么多年来 一直无法打开心结 因为他觉得 都是因为他允许女儿 去亲外玩耍 才导致女儿走失的 因此他十分自责 整天昏昏度日 很少有清醒的时候 记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 而妈妈心里更是难过 经常抱着女儿 曾经用过的枕头哭泣 可是作为家里 现在唯一的支柱 他需要坚强 并因此变得更加严厉 家里压抑的氛围 让童哥无法呼吸 正巧 Mewdy来了电话 邀请他去练习室听新歌 童哥着急去见Mewdy 甚至连手机都忘在了家里 到了练习室 Mewdy深情地唱着 为童哥写的歌曲 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 朦胧又说不清楚的笑意 Mewdy也将准姐 介绍给了童哥 见到准姐 童哥心里一惊 因为他和走失的姐姐 实在太像了 可他也明白 他不是姐姐 和乐团分手后 童哥和Mewdy 很自然地一起回到了Mewdy的家里 也许是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真的很愉快 他竟然忘记了自己 没带手机的事情 结果害到妈妈找了一晚上 因为妈妈不能承受 再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了 夜晚 两人躺在床上 童哥问Mewdy 你不觉得寂寞吗 Mew说 当奶奶离开我之后 我才知道 离别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真的能释怀吗 真的爱一个人 怎能不害怕他离我而去 所爱的人不在身边了 这就是寂寞吧 童哥深有同感 轻轻揽过他的头 他又何尝不是寂寞的人呢 这一夜 两颗心慢慢地靠近了 后来再次偶遇了准姐 于是他决定将准姐带给妈妈看 想让准姐冒充走失的姐姐 回到爸爸身边 好希望爸爸能够振作起来 果然 爸爸见到准姐 以为是女儿终于回来了 激动地一把抱住准姐 当天的晚饭 即便准姐多次露出马脚 差点露馅了 但爸爸依旧忽略了那些细节 坚定地相信 她就是自己走丢的女儿 并且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也许是准姐真的太像女儿了 连妈妈也忍不住多次地 确认准姐的身世 大家多么希望奇迹地出现啊 随着和彤见面的次数愈加频繁 Miu又很快地写出了一首 充满了甜蜜气息的情歌 并在大家为准姐办的 回归party上 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曲 准姐看到Miu和彤的眼神互动 也隐隐察觉出了两人之间的变化 party散场后 两人坐在花园外的长椅上 微风袭来 空气中充满着暧昧的气息 于是两人深情地接吻了 可是不巧却被收拾残居的妈妈 看到这一幕 气急败坏的妈妈 第二天就找到Miu的 并且告诉她 彤哥以后会结婚生子 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 希望她能明白 对话被在门口的阿英听到了 她哭着跑回家 撕掉了所有Miu的照片 Miu当然明白彤的妈妈什么意思 可是她也无法医治对彤的爱意啊 为了躲避彤 她不再与彤联系 甚至连练歌都没心思去了 因为她现在无法再唱出那些为彤所写的歌曲了 而妈妈也告诉了彤她去找Miu的事情 彤哥十分恼火 抱怨自己的母亲强势干涉 连准姐也责备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 妈妈回到家 看着这个冷清的地方 丈夫的不理解以及儿子的误会 让她多年来隐忍地坚强崩塌了 明明自己一心都在为了这个家着想 这么多年 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努力地经营这个家 可是为什么 没有人理解自己 这时 爸爸突然大量吐血 去医院检查后被医生告知是因为血管暴裂 并且80%的肝已经坏死 时日无多了 准姐赶到医院 最终还是告诉了爸爸真相 爸爸终于肯认清现实了 女儿不会再回来了 而她还有爱自己的家人需要守护啊 此时的彤非常迷茫 朋友们打趣地说 看到她和Miu一起逛街 问她是不是给 童和朋友大吵了一架跑了出去 阿英也跟着跑了出来 她痛苦地说 自己也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给 阿英安慰道 一切都会好的 这天 Miu路过阿英门口 听到一首中文歌 就去找阿英想要了解歌词的意思 结果意外地发现了阿英房间 所有关于自己的东西 犹豫良久 她对阿英说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就这样婉拒了阿英 但两人依旧是朋友 圣诞要到了 妈妈在家里一个人准备着圣诞树的装饰 童看到后就过去帮忙 她拿起两个一男一女的娃娃 问妈妈 应该逛哪一个 母亲心疼地看着儿子 终于决定放手 让她自己去选择 大家都活得这么痛苦 至少儿子还是需要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才行啊 Miu的乐队被安排了一场圣诞演出 阿英也约了童一起去支持Miu 童路过一家工艺品店 发现了和当年送给Miu的一模一样的玩偶 可是她只想要红鼻子 于是阿英和老板软磨硬泡的 硬是说服了老板只卖了鼻子给他们 在台上的Miu 本来心情还是很低落 在看到童来到现场后 她的脸上立刻放出了明亮的笑容 阿英看着台上的心上人 为了别人而动静放歌 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对着辽阔的夜空 忍不住眼面哭泣 演出结束后 童将红鼻子当作礼物送给了Miu的 Miu的满眼期待地问 然后呢 童哥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 可这并不代表我不爱你啊 这个决定 也许是为了家人 也许是为了自己 说不清楚 玩偶有了红鼻子 它终于完整了 可是这个鼻子 却也不是想象中的完美匹配 看着不很完美的玩偶 Miu的哭了 他对着木偶说谢谢 也许这个不完美的礼物 就如同他们的感情 或许缺憾 也是一种美 但也因为这个缺憾的红鼻子 才让两人心中一直满怀思念和期待呀 两个少年的感情是清澈的 也是隐忍的 在这个年纪的爱情 是那么充满了朦胧之美 那月光下的淡淡一吻 也足以对得起这美好的年华了 我们不能在一起 但这并不代表 我不能爱你 或许你不是爱情 但我爱你 想爱家人 想爱朋友 这样的结局 其实也是最好不过了 好了 这部电影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爱看电影的燃小兔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啦 谢谢大家